哈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我平时给歌曲编配伴奏的一个思路 首先我要知道这首歌 这个歌手唱什么调 是否是原调 如果不是原调的话 你要先确定他唱什么调 然后才能进行执法的编配 小童今天这首《发如雪》 他会唱B转C 那么B转C通常 如果一首歌是B调 很多琴友可能会选择 变到夹四品用计调的执法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个音色上面会损失 很多的低频就没有了 因为当你夹了四品之后 你最低的音就变成了六弦四品的声计 它没有太低的音 所以听起来会太飘逸 拖不住演唱者的声音 所以不是非加的方案 如果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夹二品用A调的执法 用A调的执法 会能够用到非常多的空弦音 听起来非常的空灵 这首歌如果仅仅是B调的话 我可能就会夹二品用A调的执法 那么前奏就可以变成这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但是牵扯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歌它后面要转调 要转成什么 它要转成C调 那如果你加了二品 你怎么转C 你加了二品 你转C的话 你就成了A转降B 后半程你就会很累 而且它后半段 它转调之后 它需要一个情绪的递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大量的横按 它势必会影响你整个情绪的释放 如果你后面就用姜B调 它就不太好听 因为当然也能弹 它也有可操作性 但是弹起来 它这个整个的情绪 反而不如第一段 这个和弦得到一个充分的释放 所以这个方案也pass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 不用编掉加 直接弹B转C 那么前奏的编配当中 我为了让音能够保持 所以我选择了用这个把位来弹 我为什么要编成这样呢 是因为我为了让更多的音 可以保留得更久 它听起来更加的流畅 更加的温婉 更加符合这个歌的意境 那你如果在这个把位的话 它很多音都要半途夭折 它没办法一直延续 所以我选择了在这个把位 而且在这个把位呢 才能够营造最后这个滑弦 好那接下来大家点一波双击 点一个关注 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完整版 不要走开 不要滑走 有请潘晓彤 我一人憔悴我去背 我饮尽了风雪 说谁的方向是归 而称爱是非 愿自觉 无情分轮回 你所美 哭红颜花不回 纵然情世 已经成灰 我爱不灭 繁华如散 沉冬流水 我只缺一秒的了解 执念你花生的甜 你发如雪 情没了离别 我奋向感动了谁 有明月 让回忆皎洁 爱在月光下完美 你发如雪 翻飞了眼泪 我等待他老了谁 红尘最未尽的岁月 我永不悔 可永世爱你的悲 你发如雪 情没了离别 我奋向感动了谁 有明月 让回忆皎洁 爱在月光下完美 你发如雪 翻飞了眼泪 我等待他老了谁 和红尘最未尽的岁月 我永不悔 可永世爱你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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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情因无邪 咋马为 你若洒也起生 我怕就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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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就封闭